什么是故事的节奏感 我们今天不说那些声调高潮转折点 来聊聊具体的叙事节奏、心理以及语言节奏 先来看这几个信息 我听到隔壁有对夫妻在争吵 男人的嚎叫声和女人的哭泣声混在一起 动静非常大 隔壁男人是个五大三粗的汉子 曾经坐过牢 第二天隔壁家的大门敞开着 女人坐在地板上目光呆滞 脸上满是红红的手掌印 中午的时候 男人带回来一个年轻漂亮的姑娘 女人看见那个漂亮的姑娘 直接上手去推 嘴里喊着 你们两个走 我说过 绝对不离婚 请问 从这些信息里 你能得出什么结论 如果这些信息全部属实 没有半句虚假 并且可以作为呈堂证供 那么正常情况下 我们都会想到 隔壁男人家暴女人 还带着小三回来 要和女人办理离婚 但是 如果我告诉你 这件事情不止这些信息 还有另一部分事情 隔壁男人不在家的时候 经常有个穿西装的男人 上来找女人 并且每次都在男主人回来前就离开 夫妻争吵那天 不知道是西装男走晚了 还是男主人回早了 两人在家门口打了照面 隔壁女人一边扇自己巴掌 一边哭着说 是我错了 你打我骂我吧 隔壁男主人带回来的漂亮姑娘 其实是一位专门打离婚官司的律师 注意 我保证这四条信息也全部属实 大家是不是又有了新的想法 可能会有一种结论 隔壁女人出轨 被男人发现 于是带律师来办理离婚 而女人坚决不同意离婚 到这里 我的节奏还可以继续转换 那个西装男其实是投资顾问 而隔壁男主人 曾经因为投资被骗 打了当时的顾问 所以才坐牢的 因此他非常痛恨这些人 而女人其实是背着男人去搞投资的 当男主人碰到西装男时 知道妻子不仅做了自己最痛恨的事 还亏了很多钱 这才有了吵架和离婚的事 发现没有 我每次给的信息 都是精心挑选过的事实 目的就是要把大家 带到我期望的节奏上 我可以选择性的隐藏实情 来引导读者 又在恰当的时机 挑选另一些信息 把读者的预期拉向另一边 随着信息量的增加 节奏也在不断变化 这里的我 既是讲故事的人 也是故事中的人物 当你讲故事时 可以先让大家看到故事的冰山一角 再逐渐揭开全貌 这是一种递进的节奏 比如前面的故事 我想让别人认为男的家暴 就只说第一段信息 想让别人认为女的出轨 再加上第二段信息 等到合适的时机 再给出第三段信息 甚至还可以再加一段信息 变成开放式结局 女律师和男主人相视一笑 眼神暧昧 西装男接到了一个电话 电话那头是女主人的声音 他说 搞定了 今晚不见不散 你看 所有信息都是事实 却不是事实的全部 究竟全貌是什么样的 谁也不知道 就好像现实生活中 我们都是单一视角 很容易被带节奏 而掌握信息量越大的人 越容易带起节奏 除此之外 你还可以交替叙事 几条线彼此独立 又互相关联 呈现一种穿插或对比的节奏 又或者非线性叙事 将开端 发展 高潮 结局的顺序打乱 将故事的各部分 重新融合在一起 这种复杂的节奏 让故事更烧闹 给人一种蒙太奇的美感体验 这些是叙事节奏 还有人物的心理节奏 可以通过情感描写 比如心跳加速 面部表情变化 呼吸急促等生理反应 以及内心的兴奋 紧张 恐惧 愤怒等情绪 来表现心理的起伏 也可以通过行为举止 比如焦躁不安 来回走动 双手颤抖 眉头紧锁 来表现内心节奏的 快慢和稳定性 还有对外界环境的感知 比如恐惧的时候 对周围的一切都倍加敏感 能听到微弱的声音 感受到微妙的变化 使节奏变得紧张起来 我们来看看这个场景 这个女主大佬 为了对抗日军 无奈之下染了烟瘾 迫不及待地 想要进去吸上一口 此刻她东张西望 好像在期盼着谁 这时 男主蹬着轮子出现了 她知道女主要去做什么 却没有阻止 两人四目相对 女主的眼神力 是不甘与信任 男主的眼神力 是不仁与包容 她理解她的痛苦 又担心她的身体 女主回过头 还是进去了 她动作娴熟地点着烟 烟瘾和意志力 极限拉扯 她知道 男主一直在外面 陪着自己 但这次戒烟失败 意味着下次也可能失败 如此反复 何时才是头 她又如何面对男主和自己 思极至此 她把心一横 摔碎了烟枪 男女主坚定地看着对方 亲情 友情 爱情 在此刻融为一体 她们之间的默契愈发深刻 这段场景中 没有任何对白 情绪高潮却多次出现 情感冲突也比较明显 整体节奏是非常剧烈的 短短几分钟 女主经历了期盼 愧疚 放任 不甘 挣扎 自我恼怒 最后坚定 男主经历了不忍 理解 担心 迷茫 信任 钦佩 最后同样坚定 通过眼神和动作 来控制内心的情感节奏 但凡多说一句话 都会减弱情感的表现力 我们再来说说语言节奏 三妹个人认为 节奏的轻重缓急 不完全在于巨视的长短 词语的快慢 重节奏 可以用短促激烈的巨视 也可以平稳冗长 重点是将语言 和场景结合起来 比如下面这几段描述 他静静听着 却不置可否 他正了正 眉宇间划过一丝不忍 他依旧不语 神色平静 唯有长节垂下 眼去心事 他身子微微一颤 豁然站起 恨声道 从他的四段反应中 我们看到了整个节奏 从缓慢到紧张的变化 第一句语调平缓 给人一种缓慢思考的感觉 第二句用正了正 这个短促的动词 来转折情绪 让人感到他的内心 开始波动 第三句 看似平稳的语句 却将掩藏的心事 浮了出来 使得气氛更加沉重 可以想象 对话那头的节奏 也在加快 第四句 豁然站起 恨声道 他显然已被对方激怒 整个节奏起伏 更加剧烈 所以 你可以把一个人 在某个场景中的 几段表现 单独拎出来 感受整体的语言节奏 是否符合你的发展方向 再去适当调整 今天的内容 到这里就结束了 我们聊了叙事的节奏 人物心理 以及语言的节奏 希望对你有所帮助 我们下期见